那事後 這個孫他雖然知道 可是他也不恨 對父母親 對父親能量很恭敬 對弟弟能量很慈愛 那就是這一種了不起的德行 感動了上天地 那聽說這個孫在梨山那個地方 耕種大象替他耕地 這個鳥替他除草 後來那個姚帝聽說他很孝順 又有處理正事的才幹 你看把兩個女兒嫁給他 而且考驗 考察多年以後 又選定他當繼承人 接續帝位 那這個是孝感動天地 帝聖孝傳 順地很孝順 那另外還有一句就講到 能持忠孝大義則 方為孝子夫 所以你能夠持忠孝大義的 才稱得上是一個孝子 那這裡面又有一些例子 比方說我們看到 二十四校裡面又有一個叫做 親敵逆棄 黃庭間 二十四校裡面的黃庭間是憲太爺 這個 也當過太史 那麼雖然自己身份很高 可是他孝順媽媽非常的誠意 每到了傍晚了 都親自為媽媽洗笛逆氣 我們過去這個鄉下 房間裡面擺有那個尿筒 尿筒 讓人家晚上上廁所 無論是小便就比較方便 那他總是雖然貴為大官 可是親敵逆氣 他不用女背或者是妻妾來洗 自己來侍奉 自己來洗乾淨 這一點想一想 我們現在有沒有 經常幫父母親從廁所洗廁所 這個親敵逆氣 那這個是我們也提醒我們自己 可以笑話了 現在沒有逆氣了 可是只能把父母親的廁所洗乾淨 那個異味降低 那所以後面後代的人 就對這個房庭間有所稱讚 就有這麼一首詩 貴顯聞天下 貴顯聞天下 平生孝是親 親至敵逆氣 不用悲怯人 這句話 就稱讚房庭間 他雖然 人前顯貴 歸為憲太爺 能夠明聞天下 因為他是詩詩法三絕 名聞天下 平生孝是親 平生孝對鳳 媽媽非常孝順 親敵逆氣不用悲怯人 親至喜敵 媽媽的逆氣不用女悲 不用妻怯 親至來服侍 這個實在是讓我們很感動 另外在二世下裡面 我們還找到了 像另外一位叫他 朱壽昌 宋代那個時候 器官尋母 這裡面就講到了 他七歲時候 他的生母流逝 被這個 他的生母算是妾 被父親的這個正妻 大老婆嫉妒 所以就不得不 就把他改嫁給別人 那可以說 他跟他的生母 五十年陰性不同 五十年 這個陰性不同 在神中的時候 朱壽昌他在朝作官 曾經 試寫 書寫金剛經 就用血來寫金剛經 他那一份的誠意 那一份的誠意可感 那麼 後來就到處去尋找他的生母 好不容易 這有了線索 那有了線索以後 他就決定 要能夠器官尋母 聽說 後來到了陝西那個地方 去找母親 那 而且他 誓言 不見到母親 他永遠不回來 哇 這份的決心 後來 他那一份誠心感動上天 中間 終於在山州那個地方 中間 遇到了生母 還有他的弟弟 那母子就翻聚 宅起 一起回來團圓 这时候母亲已经70多岁了 那这个都是为了寻找母亲那份的孝心 那个孝行就让我们很感动 所以这一章主要的就给我们讲到了 自古忠诚多孝子 你看这些古代的这些忠诚们 人家为什么能够对国家那么的忠心 因为他孝顺父母亲 所以我现在也要建议 各国政府当局也可以参考了 当然举孝联 把孝顺廉洁人找出来当官 这个一定是国家的福祉 只是说有了这样的管道 有时候也有他的弊端 就是怕用人不当 或者是有的人推举非人 可是这个精神是对的 我们可以明察暗访 去考察 这个人他真的很孝顺 然后就给他适用 从一般的小官做起 可是 人家古代那个孝人的制度 举孝人的制度 其实我们可以参考 那就讲到了 忠诚一定是要先是个孝子 一个孝顺父母的人 他就能够以孝作忠 所以今天很高兴 跟大家一起来讨论 自古忠诚多孝子 希望我们大家好好的孝顺父母亲 然后把这种孝顺父母亲的精神 表现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 表现在我们无论是身为公务员 我们就在我们的公司上 对国家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尽忠职守 我们要不是担任公职 我们在一般上公司上班 但我们得对老板 对我们的事业 都要敬业乐业 这才算是一个孝子 他一孝作忠的表现 那最后我的结尾 跟上两个礼拜一样了 跟上一篇一样 你孝道很重要 做好不容易 孝道很重要 做好不容易 但要有心做好 要有心做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我愿意跟大家互相努力 今天这一章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 祝大家身体健康 心情开朗 那么家里幸福美满 谢谢大家